- 嗨囉 大家好 我是Icon媽咪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能夠有榮幸 邀請到我們的林志薇 林醫師 來與大家一起分享有關於孩子的 喝奶 吸收以及營養的話題喔 大家好 我是林志薇林醫師 那今天很開心在這個地方跟大家分享 儿科诊间常遇到的小孩消化的问题 以及家常在挑选配方来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重点 自从有了孩子后 我发现 其实只要孩子可以吃好睡好 就是妈妈最大最幸福的事情 只要孩子常常有问题 要常常跑诊所 甚至都是妈妈最头痛的 印象最深刻 是差不多在我儿子一岁多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他每次只要吃完饭 肚子都变得很大 原本还觉得圆滚滚的很可爱 但是后来伴随了小孩 都会说妈妈我肚子痛 上不出来 这时候我才惊觉到 哇事情大挑了 那很多孩子呢 其实在用完餐或吃完东西 容易有肚子鼓鼓的这种状况出现 那这种状况呢 其实是跟孩子进食的时候的一个习惯 会有点关系 那如果这些状况呢 是有伴随食欲下降啊 体重减轻啊 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就要特别注意 要请儿科医师做进一步的评估 那特别是孩子在一岁之后呢 要衔接成长配方奶粉之后 孩子的消化道机能 还没有很承受的时候 很容易就伴随一些 相关不舒服的一个情况 要特别去注意孩子 消化道的一个吸收情形 然后并加以适度的去调整它 那刚刚林医师提到 嗯不顺畅哦 之前我儿子就有遇到 羊便便的状况啊 那时候看他挤得很辛苦 到妈妈的心都快碎了 那想请问一下林医师哦 我们应该怎么预防羊便便的状况发生呢 其实孩子有时候大出羊便便呢 就要考虑说孩子所摄取的一个水分啊 或油脂或是膳食纤维 是不是可能不够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这些都充足的时候 可能就要考虑说 那奶粉的部分是不是不太适合的一个状况 那林医师哦 有这么这么多奶粉 我真的是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用什么方式来挑选我们适合的奶粉呢 那像来自纽西兰的贝比卡尔精选 幼儿成长奶粉呢 里面就含有四种益生菌跟锅挂糖 那对于提升肠道的吸收力啊 还有提升孩子的保护力 其实都有非常一定程度的帮助 之前我还有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孩子在学习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黄金发展期哦 这个时候还需要帮孩子另外补充 有关于学习力的营养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当然是真的哦 那如果在孩子成长阶段 有帮孩子补充学习力相关的一个营养素的话 对孩子的学习力啊 或相关的一个潜能发展 其实都非常有帮助 那其实像跟孩子学习力 有关的这些营养素啊 包含像DHA啊 AA还有叶黄素 及神经俏灵脂 这些纽西兰贝比卡尔精选 幼儿成长奶粉里面 其实都含有哦 哇要挑选吃了孩子的配方奶 真的非常重要 还有很多妹妹杠杆要注意的 那想请问一下林医师 还有什么想要提醒一下 我们爸爸妈妈的呢 在挑选幼儿成长配方奶粉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比较大的牌子 单英纯净乳原 就像是来自纽西兰的贝比卡尔精选 幼儿成长奶粉 它就完全没有环境荷尔蒙的疑虑 而且是采用全脂奶粉当作基底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哇今天非常谢谢林医师的分享哦 那最后我们还有重点复习哦 对吧 好确定吧 比如说 好确定 好确定 啊 你 这是什么